大家期盼已久的由周深参加的《未来中国》终于要在今晚20点30分播出了 节目将在东方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安徽卫视播出 今晚和未来中国科普宣传员周深一起探索生物进化的秘密吧 还要早多久啊 这是翼龙的骨架 但是翼龙这种动物并不属于恐龙哦 它是一只恐龙的表情演变而来的 根据考古研究得知 翼龙一共有超过150个品种 那其中体型最为庞大的之一就要属风神翼龙 风神翼龙是人类目前已知最大的飞行生物 展开翅膀有超过10米宽 风神翼龙的身体结构 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滑翔伞的原理一样 可以凭借风的流动在空中长距离飞翔 想要知道更多有关于古生物进化的知识 就跟我一起收看《未来中国》第二季吧 周深8月19号限定感谢沾场演唱会 自官宣以后就是热搜不断 更是一度冲上热搜第一 而演唱会尚未结束 周深演唱会哭了就冲上了热搜 如果我的这些泪不滴下 但是不算空 所以今天我没有空 其实 我都说了我没空啦 其实从花开忘忧的时候我就已经 怎么说呢 心中很多 怎么这里还有纸给我擦眼泪 我心在唱花开忘忧的时候 我就已经脑海中过了非常非常多画面 已经在疯狂的憋住那个镜 因为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要在异地打拼 或者是在外面读书 我们有很多的思念 或者是很多的爱没有办法去表达 但是我觉得任何时候开始都来得及的 好吗 答应我 好 然后你们一定也要好好的爱自己 一定要让自己成为那个自己喜欢的那个自己 加油 好吗 跟我说加油 3 2 1 加油 昨日在东方风云宝后台采访当中 周深对此也做出了正面回应 周深说自己严格意义上没有哭 因为忍住了眼泪没掉 然后解释说看到这个词条的时候有点尴尬 怎么感觉好像一直在哭 后来想了一下 其实就是没办法抗拒被真情打动 因为歌手开演唱会 没有办法去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还回忆起了自己第一场演唱会 虽然很小的场只有一千多人 但当所有人和你一起唱歌 给你回应的时候 还是忍不住会哭 他说现场的歌迷会给你一种 莫名其妙又十足的安全感 又会忍不住被戳到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就会控制不住 没有办法抗拒被真情打动 最后还说有情绪不要憋着 在不影响别人的前提下 和情绪和解 才能让自己的状态保持得更好 还说看到有歌迷 因为见到自己激动的哭了 第一反应是感到不可思议 后面会觉得自己被幸福包围 能够被这么浓烈的爱包围 更希望歌迷所有的浓烈情绪 可以柔软的着地 歌迷因为见到周深 激动呐喊甚至会哭 而周深也会因为歌迷的 这份真诚和爱而感动到哭 这就是最美的商向奔赴吧 说实话那天严格意义上没哭 因为我在忍住我的眼泪 然后最后好像眼泪没有掉 所以我在现场我就说的是 行吧我哭了 所以我在现场我说 我不管我没有哭 眼泪没有掉 我就是没有哭 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题 看到的时候我有点尴尬 就会觉得 周深怎么感觉好像一直在哭 但后面自己想了一下 其实你没有办法 抗拒被真情打动 每一个歌手开演唱会的时候 你都会没有办法去 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的 包括我之前看演唱会 我可能看一些演唱会纪录片 在开演唱会之前 我都在想 真的会那么控制不住哭吗 但在开自己特别小的歌手演唱会的时候 也会跟着哭 然后在我第一场开的演唱会的时候 哪怕那个场子不大 我第一场的时候可能 很少可能就一千 一千多 就是一个很小的场子 但是完全就忍不住要哭 因为就当下面所有那么多人 一起去唱着你的歌 你把麦克风递出去 然后有人跟你回应 就会觉得就很像 以前军训的时候有个项目就是 我们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现在我就不知道有没有 有那个就是把 就是把自己交给对方 就这样躺下去 然后下面会有手一个个接着的 那个活动一样 我觉得就会给你一种 莫名其妙的安全感 但当一个人感觉到 非常十足的安全感的时候 你就会忍不住 会被戳到你心中最软的那个地方 你就啊 就控制不住 没有办法抗拒被真情打动的 对 生活中是一个爱哭的人吗 还好 我是个很感性的人 当我看电影我也经常大笑 或者大哭 或什么之类的 就对 包括你看我在电影院 看我爱你的时候 我也哭得很惨 我就觉得无所谓啊 我觉得有情绪 你就是要让它存在嘛 不要老憋着它 不影响别人的前提下 去让自己去跟所有的情绪 去和解 我觉得这样可以让自己的状态 保持得更好一点 我一般不会让它出现 这个感觉 我要大概心里 我觉得要有一点点把握 才会伸出那个话筒吧 所以 生花筒次数最多的话 肯定要在演唱会了 因为你会 因为所有人都是 专门来看你的 演唱会对歌手来说 它永远是一个很 特殊的一个 像在结界里面的一个地方 在那里面你会觉得 下面所有的人 都会愿意去接触你 或者下面所有的人 都会愿意去回应你 我觉得 这份感觉 没有办法去形容 对我而去 更怕你 永远你都在这里 每一滴泪水 都向你的旁游 保留为最速的上远 一滴泪水 往事周全在一边梦 一边一望 一边一走 让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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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 让青鲜鱼路也往上回离 乘着我向你吹舞 永远我让我 将一个流行中复 一样幸福 是 让我让我让我让你 让我让你让你 多多你不过 来一下 我让我让你 把我让你让你 把我让你让我让我让你 你俯瞰得出幻想和那个作词 你俯瞰的 那我正在的 我照顾的 都你懂的 你误会 我则是 我指导的 我闻一心再抱 但是我从中 就去我之太古人 期待其然 当然的一个 我平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